瑞瑟香农会全力推广文旦柚国内外的市场 2020年严选两顿的文旦柚外销日本 也顺利了敲开日本市场大门 今年文旦柚的产季再度获得了12顿外销日本的订单 那么农会总干事则是表示 出估今年的外销日本文旦柚将会达到50顿 瑞瑟香农会去年先以两顿在地优质的文旦柚当敲门砖 向一向挑剔的日本市场扣官 获得消费者的青睐 今年订单量倍增 农民和农会今天也忙着严选达标的文旦柚分级包装 准备检验后再外销日本 农友就已经挑过一遍了 进到我们农会的仓库之后 再由我们农会的员工来把官再挑过一次 把有病虫害的 把有受伤的文旦柚再剔除一次 然后再送到台中的检疫场所去 低温用一度吸的低温冷藏10到2个礼拜 再拿出来再重新再挑一次 所以要经过3到4个关卡 所以这个检疫真的相当严苛 今年透过了台农发外销日本的订单就有12公顿 农会能够成功敲开日本市场的大门 在文旦柚品质上不仅农民 农会也下足了功夫 从文旦柚果形外观 果肉糖酸笔及药卷等层层把关 成功征服日本飘剔的嘴 也让日本的好友能够品尝瑞瑞文旦柚的好滋味 再者也能进一步提升农民的农产收益 那今年由于日本的这个市场反应不错 整体而言在农会的部分就增加到了12公顿 那其他包含外面的这个盘商的这个出口量 我们初估今年会达到50公顿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一个现象 那表示我们日本的客户 对我们的文旦柚是有认同的 国内文旦柚市场饱和几乎功过于求 透过文旦国品的输入 能够进一步舒缓 也稳定岛内文旦柚的市场 今年除了台农发12公顿的出货订单 再加上外贸商也来下单 总干事黄胜黄乐观表示 今年瑞瑟文旦柚呈现开低走高的趋势 可能越到中秋就真的越难买到瑞瑟箱文旦柚了 记者石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